今天是三支区热林中心书法班的课程 而老师示范练字 运用游戏刷 游戏刷抹布还有菜瓜布 最后甚至是卫生纸来即兴创作 就地取材也让书法变得更有趣多元 每周三的上午就是三支区热林中心书法班的上课时间 不过今天特别不一样 老师示范练字不拘束于笔墨 而是从游戏刷、抹布、菜瓜布 最后甚至是卫生纸都可以即兴来创作 而作品比起笔墨书写还别有一番韵味 而老师也期待学生们能够创作不受到笔墨的拘束 就地取材让书法变得更多元有趣 我们写书法不一定要用毛笔来写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 比如说我们的芒草、我们的抹布、菜瓜布、卫生纸 都是很好的使用的工具 这个有空就是把它随地取材来飞好一下 把心中的压力把它疏解一下 这也是人生的乐视之一 虽然书法书写可以不受器具所拘束 不过字体的格局与写法还是有一定的方式 只要格局要是对了不一样的器具 也可以写出漂亮的书法作品 在今天老师的即兴示范之下 学生们都开了眼界 圆小时候的梦 然后来这边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跟画书法 写书法 然后我想把两者结合为一 我今年算第二年 所以我是很之前的 前面都是跟着老师快十年了 然后来这边就是觉得老师的教法很活 然后他会看学员的特性 去找适合学员的肢体 然后在这边是很快乐的学习 就是常常会把自己写的作品PO上去 然后他说你怎么进步这么多 一年前跟一年后真的有差 三支热灵书法班的学员表示 能写书法书画是年轻时的梦想 终于到老年可以来到热灵中心 为自己来圆梦 而三支国校的热灵学习中心 透过开设多元的课程 要让三支区的引发长辈们 都能够活到老学到老 拥有丰富多元的学习机会 记得烙瓶寒三支采访报道